引起 引上 土耳其地震进入了第六天 救援工作继续 即便当地的气温还冷 在一片倒塌的废墟当中 已经开始传出了湿臭味 但是因为还有失踪者 那么因此救援不能断 TVBS记者陈向如 徐某杰 来自土耳其的银线报道 好的 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待在了土耳其 跟叙利亚交界的 阿德亚曼省的重灾区这里 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地震到的第六天 他们还在持续的挖掘当中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这边有100栋的建筑倒塌 投入了1050名的救援人员 包括了Russia 印尼 巴基斯坦 法国 日本 还有我们台湾 那么刚刚稍早的时候 他们在现场的救援人员 突然叫大家安静 来听听看稍早的现场画面 原来他们会看到 刚刚刚的时候听到在地底下的时候 疑似疑似有声音传出 让他们小小的振奋了一下 所以他请现场所有的人员保持安静 他们想要听清楚到底是还有没有生还者 现在的话他们没隔多久以后 又再继续挖掘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现场的话 除了有搜救的人员 还有警察在帮忙维持秩序 因为这附近的话有非常多的围观民众 来听听看稍早的时候 来自于土耳其 伊斯坦堡记者他告诉我们这里有多严重 其实我们在现场不断听到头顶有军机飞过 了解原因以后才知道 原来有很多的地方 路空交通阶段 因此必须要靠军机去投送物资 其实那一百多栋的建筑岛 它面积非常的广泛 除了刚刚以外 我右手边的这一边的话 也是其中的一片区域 相当相当的触目惊心 你看看这个车子 基本上如果里头有人的话 应该是很难生存 再来随着我的镜头看到了 我后面的这一栋白色建筑 它现在成了一个严重的围楼 基本上都已经呈现了开膛跑度 我可以看到里面任何的家具了 再来看到这一片 我后面的另外这一边的话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挖掘现场 那么这工作 还在持续的日以继夜进行当中 好的 像就是目前我们在阿德亚曼省 重灾区的最新情况 镜头叫还棚内 好 那么土耳其地震 虽然抢救已经过了黄金 救援时间 但是还是陆续传出 令人振奋的消息 搜救队员在瓦砾队中 陆续救出了妇女孩童 在这一刻 他们是齐声欢呼 还有搜救队员感叹的说 现在终于相信世界上有奇迹 这一刻就能人员齐声欢呼 替孩子扶去脸上灰尘 满满的不舍 土耳其大地震抢救不中断 也有这种令人振奋时刻 抢救到了104小时 来自德国的救援队 从瓦砾堆中救出一名妇女 这奇迹同样发生在土耳其 卡拉曼马拉斯省另一处 救难人员一个接一个 把一名孩童从废墟中爆了出来 也让原本疲惫的救难人员显得相当激动 只是有些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这名叙利亚父亲被救出 好不容易跟儿子重逢 但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儿 还有另一名儿子则是下落不明 抓着孩子的衣服痛哭 还有孩子留下的枝条 刻本 但人已经不在 土耳其一场地震 多少家庭团圆默碎 即便过了黄金72小时 受困最长时间来到104小时 还是发现生还者 也让现场救难人员 纷纷燃起一些希望 TVB 最后报道 这次土耳其大地震 死亡人数还在持续攀升 更是超过了当年日本311大地震 更详细的灾情分析 要交给国际组的记者柯信仪 好 没有错 带大家看到 这次土耳其发生规模7.8的强震 目前是已经进入了灾后第五天 这次的地震 其实重创了土耳其跟叙利亚的两国 目前已知我们所知 现在的罹难人数 是已经达到了22772人 这个数字 其实也已经超越了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 当时是有大约超过 2.2万人失踪或者是死亡 不过因为这次的强震 是发生在凌晨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 其实是在睡梦中 来不及逃命的 又加上说土耳其的地震 现在其实是零下的低温 又碰上下雪低温等等 都让救援行动是越来越困难 也让这些被压在瓦力堆底下的 可能还生还的民众 被找到的机会 可能也越来越渺茫 不过我们就看到 说虽然现在各股的政府 是持续的在搜救 可是这一次的大地震 是很有可能影响到 土耳其的政治局势 因为总统艾尔段 他是提前一个月 将土耳其的总统大选 也移到了5月14号来举行 这可能会让反对党 没有办法如期推出 合适的总统人选 但是当然也影响到了 艾尔段能不能够持续连任 到2028年 可是我们其实看到 这一次的土耳其的 阿德亚曼省 是这一次强震 算是比较严重的省份之一 但是在四年前的 总统大选当中 当时艾尔段是在这个省份 很轻松的打败对手 不过现在在这个省份 却传出有许多的灾民 他们就抱怨说 政府救灾太慢 甚至是等了两天 都还没有看到救援队的身影 也因此 这很可能会影响到 这一次大选的结果 但再加上说 这一次大选 到底能不能如期举行 因为土耳其 接下来救灾的行动 可能会持续好一段时间 到底5月份的总统大选 能不能如期举行 大家也是持续打问号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 是估计这一次的强震 是造成了至少530万的 叙利亚民众 可能会无家可归 这个数字是非常庞大的 另外我们其实 从第一线的尽头 也可以看到说 土耳其大地震之后 有不少人罹难 有不少人失踪 所以现在他们政府 是把这些医物 受灾的医物 堆成一个像小山一样的高度 那我们这次TVBS的资深记者 陈向鲁还有摄影 徐梦剑 他们是持续挺进了 这个土耳其的灾区 要带大家来看到说 这个第一线 因为当地的天气 是非常寒冷的 那这个救灾行动 到底要如何持续来进行 一起来看 好的各位观众 目前我所在的地方 依旧是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的交界处 阿德亚曼省的重灾区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一个政府的单位 他们是发放了一些食物 还有零食以及饮水 给当地的灾民所使用 那你还可以看到 在这地面上面 有很多的衣物 毕竟在这个地方的话 有很多的民众他们死伤了 这些衣物根据我们刚刚询问的话 是他们找到的 但是主人不知道在哪里 因此他们开放给需要的民众来领取 我们在现场还看到一个先生 他要带我们到了他所住的帐篷 而且这些帐篷其实都是土耳其的灾害管理机构所设置的 我们跟着他一块进去里头看看 我们进入他所住的帐篷里面 我们带大家进来里头看一下 这是他刚刚的时候领到的取暖的工具 好 然后这个上棚看起来应该是有两个房间 好 这个里面是一个 接下来的话 这边应该还有 另外一个房间 他等于说中间用一个厚厚的布把它割开来了 这边的话总共有30顶的帐篷 上面的话都有绣着AFAD 这就是土耳其的灾害管理机构 那你还可以看到 其实有些人家他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帐篷外面 那再来的话还可以看到 这边因为蛮多小朋友的 所以的话他们就在这中间空地的草皮上面 开始踢起了足球 好的 以上就是目前我们在土耳其阿德亚曼省灾区的最新连线 镜头交换棚内 土耳其强震之后 铸台土耳其办事处也发起了捐赠活动 由慈济协助收取整理 那么今天是假日 一早现场就有不少捐赠的民众 要理性给记者周又轩 好 土耳其发生强症之后 驻台北土耳其代表处 他们就和慈济来合作 纷纷是发起了这个捐赠物资 像是今天假日的时候 其实一大早就有非常多的民众 前来这里来送物资 不过由于他们这里收的 都是全新的商品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很多都是电商 直接下单全新的送到了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物资箱 其实现场的志工真的是非常的忙碌 因为这个物资是不断的涌入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是全部都是堆满 像是山一样 而且这个物资还是不断的进入 包含像是也有很多的民众 一大早特别开车来到内湖这里 来送物资 带来听一下民众的访问 怎么知道送到这里 我没有打电话问 了解 特别是来了 特别来了 好那么现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像是他们就有分类 如果是全新的 如果这个是衣服 毛毯或者是鞋子等等 都有非常多的民众 自发性的来这边做志工 来帮忙整理 甚至现场我们可以发现到 包含也有一些土耳其人 他们也是穿上这个志工的背心 都来这边来做帮忙 现场这边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 而不只是在这个慈记这边 包含像是在这个星光医院 星光他们也是有捐赠了 600万的资金 要来帮助土耳其 就是希望说能够跨国送爱心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 将时间交换棚内 好那么另外在乌尔方面 俄罗斯持续加大攻势 不过这次似乎有非但 是飞越了北约成员国的领空 这是怎么回事呢 要继续交给欣宜 好没有错 持续带大家看到是这个 俄乌战争已经届满将要一年了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俄罗斯 还是时不时会朝乌克兰发射飞弹 然后来攻击当地的一些民生 以及基础建设 并且是会有很大的机会 会造成平民伤亡的 现在根据乌军总司令 是表示说 俄罗斯其实在当地时间的 今天是又在发射飞弹 而且这两枚飞弹 是先后经过前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摩尔多瓦 以及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的领空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俄罗斯军队 它是从黑海发射两枚的口径巡翼飞弹 这两枚飞弹是先经过了摩尔多瓦 然后再飞到罗马尼亚 最后再进入乌克兰 如果这个消息属实 就真的是飞越北约成员国罗马尼亚的领空的话 这是开战以来 罗马尼亚的领空首次遭到侵犯 那也有可能会让北约国 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张 不过目前罗马尼亚的国防部 是否认这个消息 就是说他们是没有看到 飞弹飞越领空的情形 但是另一边摩尔多瓦的外交部 则是证实说 是有飞弹飞越他们国的领空上空的 那也立刻就召见了 俄罗斯驻摩尔多瓦的大使 那向他们表达严正的抗议 同时并且说这是表明 就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这个领空被侵犯的行为 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批飞弹是俄罗斯从10号 当地时间10号一早开始 对乌克兰再次进行的一波新一波的攻击 那其实有在像是北部的城市哈尔科夫 是有7个人在当地的飞弹攻击中 遭到受伤的 那另外也有部分地区 是因为这一次的 这个攻击造成电力中断 还有断水断电的情形在发生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战争开打至今 俄罗斯还是不停的 希望可以拿下顿巴斯地区 以上是为您讲我的最新消息 将时间镜头交换棚内 好 我们谢谢信仪为我们带来的分析 不过飞越领空的 其实还有这个东西 美国阿拉斯加的上空 又出现了不明的飞行物体 那么由于这个物体 漂浮的高度 对民航的飞行可能会构成威胁 美军已经在总统拜登的命令之下 极落了这个飞行物体 现在正在打捞 要回收残骸 来听听看白宫的说法 The object was flying at an altitude of 40,000 feet and posed a reasonable threat to the safety of civilian flight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and at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Pentagon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the military to down the object and they did and it came inside our territorial waters and those waters right now are frozen but inside territorial airspace and over territorial waters fighter aircraft is signed 熟悉一下 稍后继续看到台南举办肉境 沿街方放糖果小物 不止如此还丢出了帝王线 那么另外乐天桃园 陈冠宇前往日本参加交流赛 也碰到了前队友和教练 广告之后有完整资讯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